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同到东京迪士尼玩 一家五口其乐融融十分温馨 据相关人事爆料指 当天早上六点半 在新宿的酒店等专车去迪士尼 见到他们一家五口排队上车 他们全程好有礼貌讲话好斯文不会吵吵闹闹的 夫妻俩好恩爱对子女更是照顾的 无微不至吴家乐下车随即帮子女为好为精 完全是传闻中的念四孝爸爸 其实说到吴家乐 1972年生的他 在中午毕业后便到加拿大留学 在当地大学主修会计及美术的他毕业后 便回流到香港发展 加入到TVB音响部门的他 在1994年的时候 便就读第七期议员训练班 转职目前期间 他曾主持过不少的经典节目 譬如欢乐今宵 娱乐直播 今日VIP的 直到2000年 停截其出色搞怪的演出 吴家乐就跟沈殿侠以及洪天明 一同夺得2000年度外千星辉和台庆 本年度我最喜爱的拍档飞戏剧组 除了主持节目外 吴家乐也都参与拍摄了不少的电视剧集 譬如玉肉闲人 空天干叹 爱回家 铁马战车 承战英雄 赌城群英会 大喜之家 见证实录2 窈窕淑女 唐新风暴3 BB来了等吴家乐 加入到TVB 扣演技一直备受肯定 特别在承战英雄中 是演武功高强的大反派城府 急身又阴险阻浪 其亮眼的表现 让他对受关注同年 他还凭借该就获得了万千新会颁奖典礼 2016专业演员大奖 当时 吴家乐在台上激动落泪 向老婆公开表白说 没有想过有机会拿奖 好多人想感谢在心中 好多谢父母 老婆老婆说 好在你不是好红多时间 陪我们老婆我爱你 其实说到吴家乐在2005年的时候 他会跟骑士集团主席的女儿 周贵会秘密交往 直到两人在香港婚姻登记处 排期注册结婚时 恋情才正式曝光 婚后13年 吴家乐一直都是林飞文夫妻俩 更是恩爱如初相处融洽 而其岳父在去年7月 离世估计一产 最少达45亿元 入行多年一直敬业爱业 的确值得欣赏结婚13年 做的林飞文也是实在难得 我们下期见